本土病例全台之罪 如今再添一名死亡案例 永和一名78岁秋姓老翁 原本在家居家隔离 因为身体不适 送医抢救 仍不幸死亡 也在同一天 裁剪报告出炉 证实确诊 包括妻子和女儿 因为是接触者 被匡列裁剪 疫情当前邮局也沦陷 先前有两名员工 确诊三人快筛阳性 现在又爆出 广华区汉中街邮局 一名邮寄窗口人员确诊 是邮局累积的第六人 邮局强调 确诊人员生活单纯 初判是接触客人感染 双北疫情连环报 三重区二十一号 单日确诊人数爆增到二十六人 成为疫情新热区 新北市政府赶紧成立社区筛点站 一号到三十号的 裁剪局就是九点 三重首度成立筛点站 一早就有不少人来排队 短短二十分钟超过两百人领号码牌 因为办公室有人确诊 然后自己身有点不舒服 对 就这样 有一律民众自行前来筛检 三重筛检站 一天可筛三百人 加上原有的七处筛检站 新北总筛检量可达两千人 但这还不够 新北市再宣布 二十三号要在板桥中和疫情热区 分别成立热区防疫中心 启动为期三天的强化三级防疫措施 全面防堵病毒扩散 三地医院吕绍布 吴亚廷新北报道